读的下一个不熟是什么 是48页的书 这个字大家可能不熟 书足也 像肥肠 像肥肠 稍微讲 书的解释非常复杂 我们就讲一个 先讲第一条 书足也是对的 书跟足 是一字的分化 书跟足本来是一个形体 我们看看这个 这几个字既是书 又是足 书跟足原来是一个形的分化 表示的意思都是腿 它的声音曾经也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这两个字是怎么有区别的呢 上面圆圈圆圈的是足 三角的是书 这个就是纯粹人为区别 没什么意思 习惯了之后就分开了 比如说什么字一定要是书 等待的这个序 序是等待的意思 一定是从书的 楚国的楚 一定是从书的 楚是丛林书生 楚是一种草木 是一种经 对不对 从两个木 也不是树林 两个木是他的义仆 书是他的身旁 楚国的楚都写这个三角 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又是书一书书 又是书一书足 小传都很像 一个圈一个开口 这个这种区别 其实是没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小传时代也是一样 所以书的本意是足 这不管 像什么 肥肠 看一下 像小腿肚 肥 就是经文指腿肚 就是这个肥肠 好奇怪 弟子子里有这样一句话 按照说的引文是 问书无何止 我想 这个许申对他的理解 是这个腿 这个脚 要放到什么地方 这个只是停止的 而不是问书 这个怎么脚 是吧 这个显然是动词的 在这个句子里 显然这个是名词 这个是动词 问书何止 你能这样理解 不能问你的腿上哪个脚趾 这不是什么意思 问题是 这句话 现在的基本是 问所何止 完全不得干 所以我想 这个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不知道 过了 古文以为诗大雅字 书跟雅的 这个上古音是很近的 非常近 所以 按照这个说文的解释 古文里 战国文字里 把这个字当作 诗经大雅的雅 也把它当作足 也把它当作旭 还蛮一大糊 这里的关系是说得清楚的 旭是从书的 对吧 旭跟书是一个字 后来分化的 雅跟书是同音 声音很近 但是 虚表示大雅的雅 我们现在 古文字的料没见过 有趣的是 上博初解 出过一本书 叫孔子诗论 就讲诗经的 里面就是有用这个书的 这个书表示的是 官居的居 也是同音字 所以 我想 这个书因为跟族分化之后 大概在古书里面 用作族的意思不大多了 东介 西介 接着乱七八糟 因为书记 这是什么 最后来这个书 著书的书 就是从这类意思来的 书 脚是它的本义 问题是这个本义 在古文字里很常见 问题是 那个很常见的 到底是书还是族 其实没分开 对吧 在传世古书里 书用作族 其实是没有的 管子那条 是问所何止 对吧 这个本义 因为有族之后 它不需要用 所以就不用 不用怎么办 就假借 用为雅 雅正的雅 大雅的雅 大家看到 淮南子 书月 就是雅月 匹 这就更糟糕了 这个一匹布 两匹布 马迁匹的匹 老写这个 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的 一般就认为是 鹅字 写错了 这两字真不像了 如果说他们硬像 恐怕就是 这样子 就是 这种 这个就很晚的事情 所以我们读到的古书里面 读到的古书里 大家记得 这个书字 表示本义的 几乎没有 可以说没有 早期的没有 要么表示的是雅 要么假借为 这个旭这类的 这也很少 这几乎也没有 更多的是用为 匹 这个字跟匹什么关系 根本搞不清楚 只能说他就写错了 好吧 书就这样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